现在是晚上了 唐大叔很好奇 这个晚上木马人因为里面有些灯的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吧 这台车已经配了远程启动 我们可以用远程启动 所有灯打开 这个LED灯很有意思 非常漂亮 这头灯很亮的在前面 但另外一个就是日光灯 这种在加拿大是有长明的那种 daytime running light 放在这个地方原来是没有的 原来是放在头灯一起的 雾灯打开以后 到地上电影响 确实有帮助 这种雾灯在旁边一打开 然后再加LED灯 感觉很亮 唐大叔现在准备去开一小下 然后我们先看看里面 发动起来踩住刹车 按一下一触就可以了 最主要唐大叔让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的小彩蛋 大家仔细留意 在这个显示最最下面 现在显示78那个地方 小彩蛋 看到了吗 小哈拉小吉普跑掉了 小彩蛋挺有意思的 换到自动挡 感觉8速配Panda Star 3.6 确实现在接近300匹马力 还是加速挺明显的 当然了这个高度级别有关系 就是沙哈拉配了这些 它有全时自动全驱的之后 它的轴笔各方面 跨轮 ratio什么各方面都会好一点 所以开起来 还是加速可以 换档还是挺顺的 挺顺的 因为8速变速 这个已经在切诺基 新的指南者都挺成熟了 8速这个克莱斯勒的产品 已经比较成熟都用过了 开起来挺舒服的 还不错 最主要唐大叔想看的 还是这个头灯 亮度是绝对够用了 唐大叔后来不是换过头灯了吗 所以 这是远光灯 够亮 绝对不错了 原来的话 大家第一个升级一般都是这个灯 那现在 原厂选这个选项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我想法上看的 就是倒后影像了 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这台车配了8.4寸大荧幕了 那挂到倒车档 解析度 还是不错的 挺清楚的 对吧 因为现在晚上有这个清晰度 我觉得很不错了 那在信息显示这一部分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台压监控 冷却即温度 这个原来也有 对变速箱压力 油温 油压 那说这次出去的时候还有多少 油 机油 这次出去的时候就这块一直在监测的 电池 这些都有用 好 这是这部分信息 四驱系统如果打开的话 它会有这种自己的界面 你大概什么角度什么的 这些 挺好玩的 当然一般越野的话最好有朋友帮你看着 但是这块有的话 那实时油耗现在肯定不准了 新车基本上在停车上一挡挂着走 回头长期的咱们 但是这块应该是给你实时的油耗显示了 挺好的 那特别是新车的时候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对吧 开的时候 这里差不多 这个到原来也可以显示出来 其实唐大叔一直喜欢JK的那个 因为它是绿色荧光绿的 我觉得挺有味道的 那这个就是唐大叔说的 对吧 对现在人来说还是相对简单的一个车 另外这边可以显示 你在两区四区在哪里 当然也可以全时全区了 之前讲的 或者自己控制四区 什么时候低速四区 这里多了一个显示 转速表呢 终于移到左边了 原来说过 它速度在左边 转速在右边 习惯习惯 好像左边看转速 右边看速度更合理一点 这个见仁见智 但是这块我发现换过来 那沙哈拉的这个主题色 用的这些 挺容易看清楚的 当然 看看萤幕的亮度 我们要调暗一点 最暗大概 哦还很暗 跟原来差不多 亮的跟原来差不多 我们来看看Uconnect第四代了 多了一些有点像道路之星那种 你可以付钱去 去很多东西就很方便了 试试路况乱七八糟 这个咱们不管 但是这个车应该已经配了 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的一些东西 你要插USB 而且它有USB3和USB Type-C的 插进去就会有显示可以用 当然这台车已经配了导航 车载导航 因为它可以有这种卫星信号 你手机如果没有手机的WIFI信号的时候 我没有启动电 所以小吉普最后 一下就亮起来 速度还是挺快的 反正这个新几代 不管第几代的 反正克莱斯的这款Uconnect系统 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用 就像手机一样 喜欢哪个往下一拉 速度什么的反应速度都很快的 不错的这个系统 我来听听音乐 Chill Tuning to Satellite Sirius XMChill 我可以上山 可以涉水 可以去陆地上 所有有陆地的地方 我有导航 到后雷达DVD 抬头仰望天空 我有大大的天窗 前面是台木马人 也可以跟上 忘了告诉你 我还可以升降 如果想要升降 必须来次登顶 一次说走就走的探险 成为越野 指引我快乐的苦行 城市里4x4 浪漫的越野 所有的风景不错过 最后看一个项目 咱们来看看尾灯这块 这LED灯组 当然都配了这些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 其实标志有一点点像 二战的时候这种 二战的油箱有点致敬的 在Renegade最明显 它直接就像 真正的二战的那种油箱的 上的标志一样 这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反光出来 如果你在后面看到的 就是这样子两个红红的 再来看一次 可以 真的是头灯够亮了 对吧 大家看这个 可以可以可以 就像唐达尔昨天说的 就很容易上手 很熟悉 但是就是升级过好一点点 如果还没订阅 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 那就不要给我差评了 下面留言 当然对吧 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 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 跟大家一起讨论 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 或者温哥华附近 可以找汤达尔来买鸡普 支持下业务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 还是 好吧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玩汤达尔树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